小S公公许庆祥老公徐亚军涉入胖达人炒股案 他上周也被检方传唤作证 还因压力过大当庭落泪 当天返回豪宅后小S除了录制康熙来了外 其他活动代言皆停罢 身心具备的他近期深居豪宅内 媒体在豪宅外守候多日 除每天保姆车接送夫妻俩的小孩下课和司机买餐点外带外 不见小S与徐亚军踪影 连到东区名牌店买皮鞋送文件也委托女助理代办 让人心痛的是他主持的康熙以往收视平均0.7 风波爆发后节目收视一路跌 7日至11日播出5天下滑至平均0.5 9日小S录影当天传出被约谈 节目当晚播出收视也掉到0.46 11日他被约谈当天收视更掉到剩0.32 两天收视都跌出前80名榜外 流失了4万多观众 惨的是他姐夫汪小飞在微博发文想力挺他 却因前后两次表示他不同身高而被网友酸 提他身高干嘛是在抹黑他吗 指责他帮倒忙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